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歡迎來到天地劫的最後一集未來世 上一集介紹的傑森版本 推出了兩隻新的英靈 分別是英無邪跟諸葛愛 新推出的大型活動副本 迷世之音 以及玩家之間的實時 pvp挑戰 7月流火 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目前的時間線大概是7月中旬 也就是開服大概4個月左右 影片開始前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如果想要幫助我製作出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你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你們的支持會是我持續創作的最大動力 好啦那影片的開頭 我們講到這個獅禮風華的卡池 諸葛愛跟英無邪 也在7月21日的更新之後 結束了他們的UP池 隨之更新的是曹沁的精選池 這一池會讓很多玩家想要噢噢曹沁 因為很多人在玩到這個時候 已經有了風寒月跟慕容玄機了 曹青這隻角色也是一隻被認證的超強角色 所以這一池 免不了有玩家願意投入資源 同一期間還開放了一個短復刻卡池 就是風鈴山跟韓千秀的 那一樣這個卡池裡面是假如說 你有一隻角色已經抽到滿心了 那樣的話你可以直接轉換成另一隻角色 但是沒有想到當周竟然就宣布了 要跟仙劍奇俠傳合作連動 這讓不少已經投入資源的玩家 就開始後悔了 畢竟連動這種東西 通常都是不會復刻的 你一旦錯過這些角色就再也拿不到了嘛 不過這一次的版本更新 倒是有把活動也給復刻了啊 這一次的更新又重新開放了 浮屠傳的挑戰 以及 契淵天劍裡面的龍爭虎鬥玩法 這個玩法是你要選擇9個俠客 然後輪流上陣3名俠客去進行雷台挑戰 可以組隊也可以單人挑戰 除此之外還開放了十字系的第10章 歸真難度 還有瘋媽的新造型 透過擎煉之輪可以獲得 目前這個遊戲總共開放了5次的擎煉之輪 第一次黃斧生 然後 風寒月 一一 慕容玄機 再到這次的瘋媽總共有5次 不過公佈的這些東西都沒有太吸引 玩家投入十字經 因為有公佈了8月4號 就要進行仙劍的連動 角色的PV 也都已經提前公佈了 剩下的就是靜靜等一下 球場上的垃圾時間過去 然後等新的俠客出來 那這期間 雖然還有再推出一個復刻池 陰劍平跟古倫德的 但是應該也沒有任何人 會去抽這個卡池了 時間終於來到了8月4日 連動終於開啟了 卡池裡面推出了兩隻新角色 趙靈兒跟林月乳 那李逍遙呢 李逍遙不能夠透過卡池召喚獲得 他只能夠透過活動獲得 那我們先等等再看李逍遙的獲得方式 這一次也因為是連動卡池的關係 所以只能夠在這個卡池裡面 獲得趙靈兒跟林月乳 而且他們兩個的開放時間是 四周左右 跟以往的兩周不太一樣 他們兩個的皮膚造型 也是直接在光風季月的 出之版例可以獲得 而且這個造型是沒有辦法 在連動結束之後再獲得的哦 除了光風季月的這兩個造型以外 這一次更新 還出了一個非常香的玄機造型 但是比較香的造型 他的價格也比較貴一點 這一次要兌換出 慕容玄機的這個造型的話 需要花費168個時裝卷 才可以兌換的出來 那以往的其他造型都是98個時裝卷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李逍遙的獲得方式 首先李逍遙的碎片 可以透過通關蚊蝶來獲得 入服的通關蚊蝶是直到現在才有推出哦 台服是我們已經上架嘛 但是入服是開服了 大概四五個月之後的 現在才推出 這個通關蚊蝶 如果你不課金的話 只能夠拿到30個李逍遙碎片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哦 其他還有很多 可以獲得李逍遙碎片的方式 這一次的仙劍聯動 開放了這個孟迴仙劍的場所 點進去之後可以來到李逍遙的一個小酒館 裡面會有這次仙劍聯動可以參與的活動 那右下角的下司令就是卡池的召喚 施里坡劍神就是一個小遊戲 完成一定的挑戰任務之後 也可以獲得李逍遙的碎片 其他也可以透過活動取得的一些道具 來兌換李逍遙 也有推出兩個boss挑戰 達到一定的積分之後 就可以獲得特定的獎勵 隔週還開放了貓的旅行的活動 應該就是大富翁了 這個活動也會送你一些李逍遙的碎片 所以整體活動完成之後 大概是可以拿到一個可以升星的李逍遙啊 另外當然還是會開自己的卡池啊 那這個卡池裡面有葛雲伊 殷熙跟丹鷹這三隻角色 除此之外在8月14的七夕章日 也開放了兩個CP的池 一個是夏侯儀跟冰璃 另一個是櫻劍平跟風寒月的卡池 其實這兩個UP池的角色都還不錯 問題就是他出在連動的時候 連動的時候 因為錯過的角色就沒有了 大家肯定都是優先抽連動角色啊 然後在8月18日的UP池 也終於第一次把余韶容給丟進來了 基本上這幾週的連動活動 都是接力開放一些仙劍的挑戰關卡啦 或者仙劍的一些boss挑戰 而正當玩家已經差不多攻略完仙劍的 各類關卡之後 突然又宣布了下一次的連動 是跟軒淵劍的風之痕進行連動 連動的日期也定檔在9月1日 完美銜接在仙劍奇夏傳之後 通常連動公布後 大家就可以考慮省10抽去給連動來抽卡 但是這之間又推出了一個超強的限定池 就是曹沁瘋罵的卡池 兩隻版本的T0角 直接放在同一個池裡 並且在版本結束前 開放了新的貓的體驗 這次給的造型是李歐 一個高頂帽的造型 我自己是覺得還是很好看啊李歐 另外遊戲之間的一些AI操作 或者角色模型也都有一些 小小的優化調整 然後這一切終於在9月1日 迎來了全新的改版 就是軒淵劍的改版 並且官方還宣布了 這次會有全新的rogelike 玩法 宇文拓跟于小雪 這兩隻 軒淵劍的角色也終於加入了我們這次的卡池 那這一次的連動就只有推出這兩隻新角色 至少目前是這樣 這兩隻新角色的時裝 一樣出現在光風季月裡面 除此拉到一定的金額就可以獲得這兩個時裝 然後這個時裝也是不會復刻的 之後拿不到的 除此之外 商店也現實的推出了風季月跟諸葛愛的造型 那風季月這個造型真的是相到一個不行 諸葛愛的話則是蠻可愛的 走一個兔子風格 接著來看 這一次的活動挑戰關卡 一樣是透過左上角的小圖示 進入他的挑戰頁面 那這個弱蓋關法就是電腦會給你一些可以選擇的角色 然後組出一個三人的隊伍之後 每一個關卡會挑戰到不同的 怪物 然後打贏怪物之後可以獲得一些飾品寶箱 那這些飾品寶箱 可以給你的角色加一些能力值加成 算是一個還蠻好玩的小活動啊 但隨著這一次的版本更新 幽城幻劍入也開放了他的最後一個章節 我們可能也可以開始期待後續的神魔至尊入 或者還生節開放的新篇章 新的故事 目前入服的進度也就到這邊 也還沒有推出後續會有什麼樣的更新 當然你們可以跟我一起瞎猜 後續可能會出一些什麼樣的新角色 像是畫面上的白手 九陰或者赤煉 都是以前在副本裡面曾出現過的 竹仙劇情裡面的不動尊者 幽皇或者獅之戚的獲勇 看起來都蠻帥蠻像一個會出的角色 其他還有一些看起來像是配角的角色 又或者可能出一些動物 像是魷魚 蜂蜥 都有可能吧 不過這遊戲出新卡的頻率其實並不快 大概是一個月兩隻角色左右吧 好啦 那我這部未來式的影片也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你更了解 天地劫的一些 過去未來 然後可能也可以幫助你更好的 規劃你的十隻金 也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是達爾 喜歡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們後續天地劫的其他影片再見哦 大家拜拜